第671章 幸福快乐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曾经这个节日只是孩子过的 可随着社会的压力逐渐变大 许多成年人也把儿童节当成自己的节日 也许是为了找回童年的快乐 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像孩子一样变得轻松 可归根到底 这依旧是孩子的节日 只是有的孩子可以快乐地过节 有的孩子却在苦难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这是一个四线城市 也许连四线城市都算不上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一个带着戴帽汉刘佳被登车的父亲 一个如此天热海穿着羽绒服的小女孩 坐在三轮车头 父亲的皮肤有黑有黑 穿着个大背心 嘴里唱着歌 显得非常快乐 小女孩只有两三岁的样子 裹着厚厚的羽绒服 脸色泛着病态的白 可如果忽略这份病态的白 会发现这是一个漂亮到令人心疼的孩子 用万里挑一毒不为过 酒干躺卖无 酒干躺卖无 蹬着三轮车的父亲扯着嗓子 开心地唱着 酒干躺卖无 酒干躺卖无 劳累与疲惫 以及生活的窘迫、旁扶 都是他快乐的理由 他的歌声里听不出任何对生活的抱怨 相反 充满了希望 爸爸 小女孩努力扭过头 小声对父亲道 好好工作 歌声停下 父亲擦了一把汗水笑道 好嘞 咱家公主说让啥就是啥 开始好好工作了 不 父亲在女儿的小 嘴上重虫轻了一下 小女孩抿嘴笑了 眼睛完成两道漂亮的月牙 本来病态的脸颊 用上一抹淡淡的红韵 有酒瓶破烂 拿来卖 父亲卖力地 蹬着三轮车 杨起带着草帽的头唱起来 收破家电 电视电脑电冰箱来 破铜破铁破手机来 一大一小 用三轮车向前行驻 哪怕汗水洒一路 群也冲不但浓浓的温情 小女孩乖巧地坐在车头 听住父亲工作的喊声 也跟着喊起来 有酒瓶破烂拿来卖 收破家电电视电脑电冰箱来 这个城市几乎没有太多的风景 一个能源枯竭的转型城市罢了 如果非得说一道风景线的话 也许除了市政广场的开阔 也就是这一对父女了 如果只是父亲的话 那就太寻常了 可这个小女孩太漂亮 谁见了之后都忘不掉 老孙 过来 这里有点止磕 一个水果批发炭的老板 叫着这位父亲 来了 被人称为老孙的父亲 用力踩着三轮车 在水果摊旁边停下 他先把女儿抱下来 然后笑着摘掉草帽 掏出一根廉价的香烟递过去 胡老板 经的生意咋样啊 呦 废纸可不少啊 生意不错 呵呵呵 老孙并不老 相反还非常年轻 爸爸 干活 小女孩伸手拉了一下父亲的衣角 从羽绒服的兜兜里 掏出一个小小的计算器 好嘞 干活 老孙笑了 他熟练地把所有的纸壳 才扁落在一起 用绳子捆绑起来过撑 随后一手提着 放进三轮车 而又手脚麻利的马放整齐 十三斤七两 四舍五入 十四斤 老孙咬着香烟巴子笑道 滴滴滴 小女孩快速按动计算器 然后拿给水果摊老板看了一眼 掏出自己的小钱包 用雪白的小手 从里面拿出一把零钱 他很认真的在数 说过了之后 冲老板递过去 老板 我爸爸不会算账 十三斤七两 就算十三斤好了 小女孩 发出奶声奶气的声音 哎呦 小落水可真会算账呀 哈哈 好好好 就算十三斤 哈哈 来 这个苹果拿着 叔叔送给你吃的 哈哈 水果摊老板大笑着 拿出一个大苹果递给女孩 可惜女孩只是摇摇头 小心地把计算器和钱包收起来 开始向三轮车的车头上爬 这孩子 白给的都不要 莫出现 还不赶紧谢谢叔叔 老孙笑骂 伸手接过苹果啃了一口 谢谢叔叔 女孩道谢 反手在老孙的腰上掐了一下 嘿嘿 老孙在那愣 又狠狠地啃了一口大苹果 我说老孙 你这人可够贼的呀 哈哈 水果摊老板递过一根大中华说道 老孙 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这身体 也是摸谁了 还有那么多伤疤 感觉不是个普通人吧 我从前 特种兵 老孙接过香烟点燃 惬意地抽了一口刀 说了你们都不信 当年我可掉了 那是真的牛X轰轰 知道猎人学校部 就是冲出亚马逊里面的那个学校 嗨 我跟你说啊 当年我在那个学校耍过 玩得滴溜溜转 猎人一号 不是一条狗吗 让我给宰了吃了 还别说 外国的狗肉 就是比咱们这的狗肉好吃 真的假的呀 哈哈 水果摊老板笑着 废话 当然是真的了 来来来 再来一根烟 老孙伸手 又要了一根大中华家在耳朵上 把手头上的抽了一大口袋 金哥不跟你说 咱在猎人学校的事 金哥说咱被沙特公主 追得末地方跑的事 则则 沙特知道吧 富得流油 可沙特的一个王子是个RX啊 这个货最大的愿望 就是做一个阿卜杜勒摇滚青年 经常来收破烂 这里的人都跟老孙熟了 似乎还挺喜欢听他在这吹的 一会功夫就围过来不少人 听得津津有味 老孙 那沙特公主到底有毛没毛呀 黑色的还是金色的 你说那王子给你一百亿 怎么你还在这里收破烂呀 哈哈 一个烟接着一根烟的抽 旁边还有人给开西瓜解渴 老孙在那吹得是天花乱坠 直到小女孩戳戳他的腰 爸爸 妈妈该吃药了 你别吹了 小女孩一脸都不满 拧着小小的眉头 哎哟 差点忘了 行了 哥饥个 咱们改天再吹呀 下次跟你说说 我一个人单挑一百多特重兵的事啊 先走了 下次整点王老吉 西瓜吃多了 肚子长压 老孙赶紧登上三轮车 唱着歌带着闺女回家 酒干躺卖无 酒干躺卖无 爸爸 你以后别跟他们吹了 你要好好工作 小女孩认真地说道 吹 我的小女神 爸爸是那种吹牛的人吗 老孙咧嘴一笑 对着女儿的小 嘴轻了一下说道 爸爸 从前就是特重兵 真的 不信你问你 妈 嘿嘿 妈妈说你是特重兵 女孩咬着手指头 眨巴眨巴保时一般的大眼睛到 总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特重兵 哥哥哥哥哥哥 小女孩咯咯地笑了 老孙的脸黑了 草 不行 回家我得狠狠地把你 妈干一次 大爷的 敢这样说老子 小女孩又笑了 眼睛眯成月牙 爸爸 我可以要一件礼物吗 小女孩歪着脑袋问道 想要什么就说 老孙腾出手 溺爱的摸摸闺女的脑袋道 后天就是儿童节了 我家小女神 想要啥就给啥 我想永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幸福地在一起 必须低 落水 坐好了 爸爸带你超越保时捷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被老孙登得快要飞起来 就跟他简单的幸福快乐一个样 这是老孙 小女孩的奶奶姓孙 小女孩的爷爷姓龙 第672章 只是说说 吃饱喝足 老孙 不 龙小七把闺女往脖子上一放 溜溜答答的跑出去玩去了 这两天休息 啥都不干 专陪女儿过节 走 爸爸带你逛夜市 明天带你去游乐场 龙小七咬着香烟 把子对女儿说道 这两天不干活了 也不出去跟人吹牛了 就陪我家公主玩 哈哈 爸爸 我不想逛夜市 我想睡觉 吃饱饭的小洛水 一脸的无精打采 脸色煞白 不能这么早睡觉 你要是天天睡这么多绝 万一不起床了 可咋办呀 龙小七咧嘴笑道 爸爸还指望 你给我算账呢 嘿嘿 爸爸 可我现在真的好困 小洛水搭搭着脑袋道 还有点冷 好好好 咱们不去逛夜市了 回家睡觉 哈哈 刚把闺女带出来的龙小七 又回去了 她把熟睡的女儿 小心地放进被窝里 又把弄了两个热水 带色进去 满着浑身发冷的女儿 看着睡住的小洛水 龙小七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焦虑 她慢慢地 走出女儿的房间 坐在门槛上 盯着满院子的破烂发呆 巴达巴达 抽着香烟 仰头喝着廉价的白酒 嗯 这是胎理病 赵颖坐在龙小七身边 柔声说道 能活下来 已经不错了 你不要想太多 最起码 咱们现在过得很好 是啊 过得很好 龙小七指着满院的破烂自嘲道 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 满大街的收破烂 蹬着一辆破丢丢的三轮车 呵呵 过得很好 这就是过得很好 咱们的女儿 本来是公主 可现在是什么 破烂王的女儿 每次我看到落水痛苦的样子 都想一口气杀到日本 把福布家族 宰得前前进进 然后把鬼半仓的屁给剥了 很好 如果落水好好的 哪怕过一辈子这种生活 我都乐意 可问题是 咱们的女儿 龙小七狠狠灌了一大口酒 眼睛里散发出仇恨与痛苦 三年前他背着老婆带着孩子离开的时候 坚定地认为妻子与女儿都能活 偏执地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奇迹 只要他们不分开 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 奇迹哟 真的哟 七个月的早产 被医生判定活不下去了 可龙小七硬是把女儿放在胸口 用自己的心口的温度暖了半年 让七活了下来 这算奇迹吗 算 这就是奇迹 也许小落水知道父亲是如何爱她 硬生生挺着没有死去 可女儿天生就有病 那是胎里带的 井上的一脚最终还是伤到小落水 哪怕坚定地活了下来 可活着是痛苦 女儿怕冷 肺部有伤 甚至心脏 肝脏 脾脏全都有问题 看着是个好好的孩子 可孩子一身都是病 好几次都差点死过去 但命却硬得让人嫉妒 只是还能硬几次 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告诉我 女儿还能活几年 龙小七转过头凝视赵颖的双眼道 我卫石魔不能让女儿活得跟公主一样 卫石魔要守在这里做一个破烂王 你曾经是超级强者 你可以沉淀下来 甚至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可我不行 我只能给你们这种生活吗 我只能给我的女儿这种生活吗 呵呵呵 三年前 龙小七是绝望与希望并存 而三年后 她不甘心 一点都不甘心 她本不该变成如此 她的女儿本该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 她的老婆也该过着女王一样的生活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尊严的问题 她要卷土重来 她要向鬼伴藏正面宣战 她要把失去的全都给拿回来 最爱的人差点被毁掉 三年了 龙小七憋了整整三年了 她是一个男人 要磨染下膝盖 跪在地上爬行 要磨战直身躯 在雷云风暴之中穿行 嗯 我一直都懂你 赵颖轻轻搂着龙小七的胳膊笑道 所幸 我们都没死 所幸 我们活到了现在 小七 我知道你每天的苦闷 否则你不会 成天跟别人吹牛 呵 不是吹牛 你只是在回忆曾经 这三年来 我知道你究竟有多么爱我们了 是可以用生命来爱的 我很知足 也很满足 所以 所以各屁 龙小七瞪了赵颖一眼道 日子就这样过 挺好 我只是说说而已 咋了 还不让人说了 我还怕以后 连个说说的人都没了 相比那些玩意 我还是认为 老婆孩子最重要 仇恨我可以放下 因为我的妻子与女儿 需要我 别扯那么多没用的 走 干一次 龙小七咧嘞嘴笑了 直接把赵颖抱起来 向卧室走去 说好的一万次 他得努力完成 否则就是个没用的窝囊废 做人就得这样 做男人更得这样 一万次 一次都不能少 床板嘎吱嘎吱嘎吱地响起来 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过了半个小时 床板又嘎吱嘎吱地响起来 这次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过程中伴随着粗重的喘息 还有赵颖实在 无法忍受的叫声 隔壁家 婆娘听着这边的响动 一家把睡着的男人踹下床 咋了 发什么神经 男人怒道 发啥神经 你听听人家隔壁老孙家 一晚上消停了梦 你再看看你 说我发神经 你得有点男人样才行 婆娘一脸鄙视 我这不是累吗 男人瞬间露出讨好的表情道 老婆 你当谁都跟人家老孙一样 我这 上来 婆娘发号是令 哦 那个 唉 男人无可奈何地爬上来 艰难地抱着自家婆娘 皮松肉软的身体 晃了几分钟 滚 婆娘怒了 碰 男人又是被一脚踹下床 一脸地猛逼 他就纳闷了 怎么隔壁老孙这么强悍 天天都搞得稀里哗啦的 不嫌逆味吗 不嫌逆味 一点都不嫌逆味 龙小七还打算战斗到天亮呢 可惜赵颖的身体不允许 只得作罢 爱他怎么逆味 拼着挨上十来刀也要护住的女人 怎会让他觉得逆味 爱情没有逆味 生于死考验之下的爱情只会越来越深 深到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赵颖疲惫不堪地沉沉睡去 龙小七则提着一瓶酒 叼住一根香烟 继继续坐在门槛上盯着满院子的破烂 第673章 被欺负了 早晨七点钟 小洛水一个人穿好衣服下床 一个人乖巧地刷牙洗脸叠被子 然后从柜子里拿出来一堆要开始吃 等到把药吃完了 喝水也喝饱了 爸爸 去游乐场 小洛水用手指戳戳戳龙小七的后背 眼睛里满是渴望 没有孩子不喜欢去游乐场的 没有孩子不喜欢玩的 洛水也一样 他也喜欢玩 他也渴望去游乐场 吃药没 龙小七问道 吃药了 洛水用力点头道 吃药不能空着肚子 所以我先吃了点鸡蛋羹 爸爸呀 我什么时候能不吃药 病好了就不用吃了 嘿嘿 龙小七把抱着女儿笑道 告诉爸爸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洛水歪着小脑袋 想了好一会 才小声说道 我想要 我想要我跟爸爸妈妈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昨天这是小洛水的愿望 今天这是他最想要的 不 除了这些 你选应该拥有更多 龙小七 宁视女儿 宝石一般的大眼睛 无比认真的沉生道 宝贝 不管你想要什么 爸爸都有能力给你 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捡破烂的 那我 想要一个大笨熊 别的小朋友说 公园里有打气枪瘾娃娃的 我想要 小洛水突然憋憋嘴道 可是爸爸不好好干活 昨天才赚了三块钱 真是的 老让你好好干活 你老跟人家吹牛 我都快不喜欢你了 奶生奶气的声音 听得龙小七乐了 他真不想跟闺女说说破烂 是赚不了钱的 晚上跑到工地偷钢筋 才是最赚钱的 白天天气那么好 不吹牛干啥呀 晚上那么凉快 不出去 偷点钢筋费铁费铜干啥去呀 还能一直睡老婆 不吃了 为了能经常跑出去吹牛 龙小七经常趁着晚上跑出去 偷费铁卖钱 他才不理会这种行为的道德观呢 这种事 从前前的也不少 不就是偷鸡摸狗吗 算个啥事呀 末世 爸爸有钱 龙小七拍拍胸膛道 想要娃娃 太简单了 金哥爸爸就给你把游乐场所有打气枪的娃娃 全都赢回来 走 咱们去游乐场 哈哈 真的呀 那我可以穿小裙子吗 小落水一脸的渴望 现在不行呀 等你病好了才能穿 嘿嘿 宝贝 只要你天天好好吃饭 病就会好得快 等你病好了 我给你买最漂亮的裙子 嗯 战旗不倒 吃死拉倒 哈哈 走了 龙小七抱着闺女走出家 向游乐场跑去 没错 她是跑去的 抱着女儿用两条腿跑到游乐场 她家距离游乐场足足二十公里 就这么轻松地跑到了 明天就是六一了 节日的气氛 从今个就开始浓郁了 游乐场里 到处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游玩 海盗船 旋转木马 滑滑梯 鞦韆 碰碰车 商贩更多 都受住玩具 弄着收费有奖的小游戏 还有各种小吃 孩子是所有家长的心头肉 尤其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 根本不会考虑需要花多少钱 他们会满足孩子想要的一切 只要孩子开心就好 闺女 你要玩什么 龙小七牵着小落水的手笑道 爸爸金哥有钱 海盗船怎样 来到游乐场 小落水的眼睛都要看花了 她点点头 跟着龙小七来到海盗船那里 爸爸 我们看看就好了 小落水拉着要去买票的龙小七说道 我害怕 不敢坐 看看就好了 末世 爸爸有钱 嘿嘿 可我不敢坐呀 小落水用力摇头 明天大姑就要来了 你还得买鸡呢 可你昨天才赚了三块钱 听到这话 龙小七一正心酸 她的女儿不是不敢坐海盗船 而是怕花钱 宝贝 你想玩什么就可以玩什么 龙小七蹲下来 抓着女儿瘦小的肩膀说道 爸爸可以给你很多很多 甚至 你想做真正的公主都可以 小落水眨巴眨巴眼睛 咬了一下手指头道 爸爸 我可以玩一会沙子吗 气枪赢大狗熊的 还没有摆摊 我想先玩一会沙子 玩沙子不要钱 小孩都喜欢堆沙子玩 这是游乐场景存不收费的几个娱乐设施了 嗯 也行 你去玩沙子吧 等会我给你赢大熊 嘿嘿 龙小七点点头 小落水开心了 立即向那堆 已经有不少小朋友在玩的沙子堆跑去 看到自家闺女玩得开心 龙小七点燃一根香烟 惬意地抽起来 拿出手机给赵颖打了个电话 老婆 我带着女儿在游乐场呢 你自己在家吃吧 晚上回去以后 咱们继续 嘿嘿 站齐不倒 弄你不休 嘿嘿 嗯 臭流 忙 哈哈哈哈 龙小七得意地笑 甜甜嘴唇开始搜寻人群中的辣妈 不住地发出嘖嘖的声音 这个祸永远闲不住 尤其在这个开始露出白大 腿的季节 小落水的哭声传来 听到女儿的哭声 龙小七的眼神狠狠一领 转头看向自家的宝贝疙瘩 小落水哭得无比伤心 满头满身都是沙子 甚至羽绒佛还被扯破了 狼狈不堪 爸爸 走 走 他们说我臭 说我是小破烂 爸爸 走 走 我再也不想到游乐场了 女儿被欺负了 几个屁大点的孩子 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抓着沙子 向小落水身上扔 嘴里还唱道 小破烂 大破烂 你爸是个破烂王 你 妈是个女破烂 哈哈 龙小七闪身挡住 撒向女儿的沙子 却又无法跟这些 小孩子动目 宝贝 他们 爸爸 你别做破烂王了好不好 我不想你做破烂王 他们都说我臭 不跟我玩 还打我 小落水满脸都是泪水 冲龙小七哭道 我想让你做特种兵 不挨打的特种兵 我不要做破烂王的宝贝 我不臭 我天天都洗澡 龙小七的眼泪刷得一下流淌下来 他一手搂着女儿 轻轻为自己的心头肉弄掉身上的沙子 他心疼了 心口疼得像无数根钢针扎进去似的 而这些钢针就是女儿的眼泪 喂 捡破烂的 看好你的女儿 把我儿子带坏了 怎么办 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传来 闺女啊 离那个捡破烂的远一点 可脏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呼 龙小七重重吐出一口气 强行忍着心中的怒火 抱着女儿就要离去 TM跟你说话呢 没听到 好好教你的闺女 别TM末世找我们家孩子玩 把狮子船染来了咋办 不知道的 还以为想勾搭我们家儿子呢 配得上吗 穷鬼 收破烂的 粗声粗气的声音再次响起 龙小七忽然笑了 他伸手轻轻擦掉女儿的泪水 轻声说道 宝贝 爸爸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收破烂了 你想让爸爸做不挨打的特种兵是吗 好 爸爸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爸爸就做不挨打的特种兵 从今天开始 龙洛水就是最尊贵的公主 转身 起腿 踹击 碰 身后那个虎背熊腰带着大金链子的家长 向后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沙坑上 满脸鲜血 去你骂了隔壁的 龙小七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指着那个家长道 你全家人夹在一起 都不如我女儿的一根汗毛之前 穷鬼 今天我要包场 我草你的妈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知道我是谁吗 带着大粗金链子的家长 嗷嗷地叫起来 掏出手机拨打电话道 戏言 立刻给老子把人吆喝起来到游乐场 越多越好 我被打了 龙小七抱着女儿向前走去 别走 大粗链子吼道 玩黑的 龙小七转过身笑眯眯地说道 如果玩黑的 我还真不走了 我知道你 道上混的是吧 我去你的夜场收购废品 知道你 当然 你也知道我 我这个破烂王 在这里还是比较出名的 呵呵 我不走 好不容易碰到个跟我玩黑的 我才不走呢 龙小七抱着落水 坐在一张石凳上 细心地擦拭女儿脸上的泪水 宝贝 你想让爸爸 变成什么样的人 爸爸就能变成什么样的人 乖 不哭了 你的身份跟他们都不一样 如果说在这里 有身份之说的话 你比他们尊贵一万倍 龙小七用鼻子 顶着女儿的小鼻子笑道 这一点 我可以向你保障 爸爸从来没有骗过你 还有一点 不要跟他们一起玩 他们连跟你玩的资格都没有 你的爸爸不叫老孙 你的爸爸 名字叫龙小七 你的妈妈 不叫老孙家媳妇 你的妈妈叫赵颖 还记得 我跟你讲过的故事吗 从前有一个护骑兵 从前有一个天骄将军 护骑兵是你的爸爸 天骄将军是你的妈妈 我跟所有人吹牛的故事 都是你的爸爸跟你 妈妈的故事 小洛水不哭了 瞪着一双泪眼 看着面色有黑的父亲 他听过太多太多 护骑兵与天骄的故事 几乎都能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第674章 反咬一口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藏着英雄 毫无疑问 小洛水心中的英雄 就是护骑兵与天骄 他的世界里 没有白雪公主与灰姑娘 有的只是这两个故事里的人物 天天讲 天天说 除了这些故事 就没有别的了 让龙小七给闺女讲童话 他压根就不会讲 这大概是他唯一 拿得出手的故事集了 玩黑的 龙小七不怕 玩白的 龙小七也不怕 总而言之 不管别人跟他玩什么 他都不会在乎的 更不会看在眼里 很快 二三十个壮汉 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一脸凶悍地 杂杂呼呼 让游乐场顿十遍地混乱起来 许多家常看到这景象 立刻带着孩子离开 唯恐孩子受到惊吓 管理处的人来了 想要制止这些 一看 就不是好人的壮汉 却被人三言两语下地 不敢上前 玩黑的 这是这儿八经的玩黑的 你天活逆位了 破烂王 给我滚过来 跪在水哥面前道歉 不然打断你的腿 嚣张地叫 骂声响起 二三十人 把龙小七 父女俩围在中间 小洛水 死死揪着龙小七的衣服 泪水顺着 沙白的脸颊 朝下流淌 不停地说道 爸爸 走 爸爸 走 爸爸不走 龙小七紧紧搂着 受到惊吓的女儿笑道 不用害怕 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 就是绝对安全的 爸爸 我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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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洛水害怕 真的害怕 哭着让龙小七走 她的身体在发抖 颤颤的 似乎随时都有发病的可能 好好好 走 咱们走 呵呵呵 女儿让走 龙小七就走 这个小痞子 是个典型的女儿奴 她抱着闺女站起来 头也不回地 朝外走去 鸟都不鸟 那些壮汉 滚 龙小七冲挡着自己的纹身男 吐出一个字 我操你 碰 起腿就踹 纹身男 仰头向后跌去 嘴 巴里的鲜血 朝着上方狂碰而出 扑通 纹身男重重摔在地上 坑都没坑地昏死过去 身体还在那里 呈现出龟子的抽搐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他们见过强悍的 却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 一脚就能把人踹晕死过去 这得多强的力量啊 一起上 有人叫道 瞬间 所有人都冲上来 围攻龙小七 面对这些围攻 龙小七双手抱着女儿 两条腿轰然舞动 借助腰部的力量 硬生生把霜 腿变成两柄凶悍的战斧 碰 碰 碰 沉闷的撞击 一声接着一声响起 夹杂着凄惨的叫声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撞汗 全都躺倒在地上 而龙小七 连手都没有用 全靠两条腿 太猛了 太猛了 这还是人吗 大金链子吓坏了 拉住自己老婆叫跑 站住 龙小七抱着女儿叫道 听到叫声 大金链子硬生生地站住了 一脸恐惧地转过身说道 哥 祸不及家人 金哥我认栽 是我看走眼了 你想怎么玩我都行 但是别动我老婆孩子 哦 我想包场 搞定这个事 咱们就什么事都没有 龙小七笑眯眯地对大金链子说道 我知道你是出来混的 我还知道你有那磨鸡把枪 不过没关系 就算你有一辆坦克 老子想捏死你也跟玩似的 去吧 给我包场 大金链子二话不说 拉着老婆孩子跑到管理处 他掏出电话开始吆喝人 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 又弄来好几十闲三人员 给我赶人 把所有的人都赶走 大金链子胶着道 我要包场 包场 在游乐场包场 水哥 把人赶走包场 这玩得有点大吧 传出去不好 大个屁啊 那个破烂王惹不起 大金链子用力挠挠头道 太TM降了 老鬼几十号人全都被放翻了 赶紧的 顺便报警 让警察过来 大金链子聪明绝顶 而事实上 报警已经成为处理事情的主要手段 哪怕是道上混的 在干不过别人的时候 也会选择报警 你比我横 你能比警察还要横吗 短短的时间里 游乐场被大金链子的人 倾得前前进进 只剩下龙小七妇女 宝贝 爸爸没有吹牛吧 嘿嘿 来 吃药 龙小七掏出一颗药丸 涩进小落水的嘴里 吃了一颗药之后 小落水的身体 才慢慢停止发抖 脸色也缓乎了不少 今天是带女儿玩的 不是打架的 这一点龙小七非常清楚 走不让走 那就只有留下了 让你给我包场了 很简单的问题 没有多复杂 小落水瞪着龙小七 惊喜地问道 爸爸 你真的是特种兵啊 对 没错 不是整天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特种兵 而是整天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特种兵 龙小七咧嘴一笑道 想玩什么 爸爸陪你玩 沙子 小落水指住那一顿沙子 好嘞 爸爸陪我的小公主玩沙子咯 一大一小两个人蹲在沙坑里 抓着沙子玩得不亦乐乎 周围的人看着这父女俩在那玩沙子 一个个都露出诧异的眼光 这里已经包场了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沙子有什么好玩的 可惜他们根本不懂这对父女 如果说完 他们拿着破烂都能玩个不亦乐乎 警察来了 而且还是刑警大队出动 大金链子让人报警的时候 添油加醋 告诉警察这肯定是个杀人犯 身上到处都是刀伤与枪伤 怀疑就是网上通缉的一个再逃犯 这就是手段 这就是混的方式 对于干不过的人 就得找警察叔叔帮忙 而事实上现在的社会里 这就是常态 没有什么丢人与否 真正的黑社会早就漂白成企业家了 奋公守法 绞尽脑支钻法律的空子 杨队 就是那个人 你看他身上究竟有多少伤呀 看着都吓死人了 大金链子指着龙小气的后背控诉道 他威胁我 还要把我儿子摔死 宁可得为我做主呀 我这些朋友过来跟他讲道理 你看被打成什么样 他还让我把整个游乐场给包下来 给他们玩 我不敢不包呀 看都把我儿子给吓成啥样了 他要杀我们全家 不信的话你问问这些人 看说的是不是真的 大金链子狠狠地反咬一口 眼睛里散发出幸灾乐祸 他有人给他作证 现在这年头讲的就是证据 我就说你要杀我全家怎么了 老子几十个人给作证呢 对啊 这个家伙刚才就是这样说的 要杀了人全家 还要把人家老婆先强后杀 警察叔说呀 您可得主持公道 不能让这众为法犯罪分子 嚣张下去 我作证 我作证 一个个闲散人 袁征先恐后的作证 当这魔多人作证之后 肯定会把龙小七带回橘子里倒茶 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龙小七压根就没搭理这边 他正陪着女儿用沙子建房子 专心无比 第675章 他回来了 刑警们立即散开 呈现出战术队形 把龙小七父女俩紧紧包围住 队长盯着龙小七的后背 眼睛里散发出锋利无比的光芒 他只需要扫一眼 就能便别出对方身上的伤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有刀伤 有枪伤 甚至说他都能从伤口愈合之后的疤痕 清楚地推断出被什么刀戳伤 被什么型号的枪支所伤的 羊队 一名端着枪的队员看向队长 这个家伙很厉害 队长拧着眉头道 没有确定真实情况之前 不要激怒他 很明显 他是带着女儿出来玩的 采取温和手段 不要吓着他的女儿 不要逼他 明白 队员点头 枪全部收起来 以免激怒这个看起来不简单的家伙 队长一直盯着龙小七的背影 眉头拧得死死的 他觉得对方的背影有点熟悉 像是自己认识的熟人 只是不敢太确认罢了 羊队 怎么还不抓人呀 大金链子急声问道 对啊 抓人 赶紧抓人 你们警察是干石磨吃的 怎么还不抓人 都要杀人全家了 为啥不抓人 是不是袒护呀 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 嗷嗷叫的 让警察抓人 并且 这些家伙挺会说的 不一会 就把警察说得一无是处 批得体无完肤 这是舆论 虽然队长知道 这些人都是大金链子的手下 可他也没有办法 堵住他们的嘴 这些人没有犯法 也没有违法 只是在这里请求正义 完全可以这样去说 完全可以颠倒黑白 而这 永远都是警察最难做的 让你的人给我闭嘴呀 队长冷冷地盯着大金链子道 如果再给我起哄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是是是是 大金链子陪着笑脸道 杨队您放心 这些目击者一定不会乱说话 不会乱说话 呵呵呵 如果还是在部队的时候 早就把这种人扎打得满地找牙 可惜这里不是部队 杨队朝前走去 慢慢地走到龙小七跟前 露出笑容道 这位同志 你的女儿真漂亮 现在 我们需要你配合一下 希望你能理解 配合个鸟毛 龙小七转过头 不耐烦地叫道 老子墨把他给弄死 就已经很配合了 别TM在这耽误 我跟闺女玩 该干嘛干嘛去 此言一出 不管是那些队员 还是大金链子的人 全都愣住了 我靠 这魔痕 可让他们更愣的 还在后面呢 当龙小七转过脸 当杨队看到这张脸的时候 二话不说 猛的一个立正 举起右手 给龙小七敬了一个 无比标准的军礼 敬礼 杨队竟然给这个 来路不明的家伙敬礼 而且他的脸上满是激动 眼睛里更是散发出浓浓的炙热 我靠 老杨 龙小七也愣了 瞪着眼睛 慢慢站起来 指着杨队的鼻子道 你是杨火 骂个蛋的 杨火 哎呦 我草 是你小子 队长的名字叫杨火 当年参加尔纳突击中国队的队长 那是杨火服役的最后一年 带领中国队拿到团体冠军 满载住荣誉而归 他早就想给龙小七敬个礼了 如果不是龙小七的话 他们绝对会被欺负得死死的 这个军礼不是给上激进的 而是荣誉最高者 应该享受到的 小七 怎么会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杨火一把揉住龙小七的肩膀 开心地大笑道 走走走 喝酒去 喝酒去 所有人的目瞪口呆中 刑警大队长杨火 竟然搂着这个危险分子 笑得开心 还要去喝酒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喝个屁啊 看你混得也不咋地 还被一个小痞子 给弄得灰头土脸的 龙小七撇撇嘴 拉着闺女道 宝贝 叫叔叔 要见面里 叔叔好 小洛水睁着大眼睛 发出奶声奶气的声音 哈哈 闺女都有了 哈哈 对对对 见面里 见面里 杨火开始翻一兜 掏出一叠钱 塞到小洛水的手里 蹲下来开心地笑道 大侄女 叫什么名字 哈哈 我叫龙洛水 小洛水眨巴眨巴眼睛 指着洋火的大眼帽道 叔叔 你是好人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好好 问吧 叔叔当年 可是跟你爸爸一起战斗过的 哈哈 杨火轻腻地伸手抱着小洛水 我爸爸是特种兵吗 小洛水歪着脑袋问道 当然是 而且 还是最厉害的特种兵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杨火一脸严肃 哥哥哥哥哥哥 小洛水开心了 挣脱杨火 紧紧抱着龙小七的腿 一脸的幸福 警察叔叔是好人 警察叔叔不骗人 呼 杨火站起来 冲自己的人大声道 这位是龙小七 当年在埃尔纳 突击带着我们拿下冠军的护骑兵 从前只跟你们说 现在真人就在眼前 听到这话 一群队员 全都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队长 是特种兵出身 带着队伍拿下了埃尔纳突击的冠军 而他们听得更多的 还是龙小七 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让海豹突击对让路 不敢与其争锋 严重了 严重了 都是瞎混 龙小七抱着女儿 走到一名队员跟前 宝贝 叫叔叔 给你见面脸 叔叔好 小洛水叫道 这边叫着 那边龙小七的手 就伸了出来 收见面脸 这个 也是叔叔 龙小七抱着女儿 走到另一名队员面前 叔叔好 小洛水皱着小鼻子 甜甜地叫道 一声叔叔好 一份见面脸 看到这一幕的阳火 都猛闭了 太不要脸了吧 这个时候 大金链子 比阳火更猛闭 他忽然发现 自己把事给惹大了 刚才的话 他也听到了 尼玛 这可是参加过 阿尔纳突击 拿到冠军的猛人啊 虽然他不是很清楚 阿尔纳突击的细节 可也知道 这是 TM全世界特种兵 最顶尖的大赛了 一人一份见面礼 我闺女累了 叔叔长叔叔短的 叫不动了 龙小七指着 大金链子 对阳火道 老阳 我要是揍他 我看不到 就算我看到了 又能怎样 阳火直接了荡道 你连主办方的将军都敢打 我能拿你怎么样 养火才不管呢 他也管不了 就龙小七这种货 在阿尔纳突击上 都闹得鸡飞狗跳 把人家的将军给揍了 又把许多国家的领队给揍了 还逼人家 扛着自己国家的 国旗跳钢管舞 这种货谁能管的了 谁能惹得起 哎呦呦 龙哥 大金链子 满脸堆笑地小跑过来 掏出厚厚一叠钱道 六一了 孩子该过节了 见面礼 见面礼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哈哈 龙小七还没说话呢 小洛水毫不含糊 伸手把钱抱在怀里 爸爸 他们还没给我见面礼呢 小洛水 瞪着大金链子的那些人 靠 都死人啊 见面礼 快点 见面礼 大金链子急声叫道 周围的一群家伙 顿时变成苦瓜脸 一个个乖乖地 掏腰包给见面礼 就是这魔无耻 就是这魔不要脸 龙小七回来了 第676章 提起战毛 吃完饭 三姐抱着落水 龙小七牵着赵尹的手 走出家门 他们越走越远 周围的邻居 都以为他们抱着孩子过节去了 却不知道 当他们离开之后 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小七 如果你想要平静的生活 我会再给你换一个环境 而且 我可以保证 只要姐不死 你们一家 就能永远地像普通人一样 龙三姐对龙小七说道 这一点对她来说 完全可以做到 只要龙小七夫妻俩想 她就可以满足 三年时间了 她很好地保护了龙小七一家三口 连部队都找不住 这就是她的能力 三姐 我是个刺头兵 从进入部队的第一天开始 就刺头 而且可以胡闹到无法无天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大哥 因为我有三姐 因为别人都会给我大哥 给我三姐面子 龙小七叼上一根香烟孝道 对了 还有赵颖 拿出她这个名字 就是装X的资本 可我有能力吗 也许有 可跟我有同样能力的 却永远享受不到 我所享受的特权 龙小七笑着说出这些事实 这是她现在认识到的 她从前很有能力吗 有 这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她没有能力 也不足以支撑 她的无法无天 可一旦出了事 几乎全都得依靠身边的人去解决 所以她能装X到飞 所以她能肆意妄为 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 她龙小七 就是个标准的跋扈二代 哪怕她成为了护骑兵 哪怕她成为了猎手 哪怕在黄金列车 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猎杀 可这些都会被掩盖住的 别人提到龙小七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她身后的赵颖 而不是她有多凶悍 龙小七一直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中 她老婆的 她大哥的 她三姐的 不要妄自菲薄 三姐冲龙小七笑道 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你的大哥就是龙大 你的妻子就是天骄赵颖 你就有嚣张的权力 这有什么不妥 我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如果别人的家庭也能像我们的家庭一样牺牲 那么他们也配拥有特权 更何况你真正拥有过特权吗 没有 最起码在猎人学校的时候 你就没有任何特权 在没有任何特权的情况下 你一样成为猎人学校剑校 以来唯一的猎手 嗯 三姐说得很对 其实你的优秀远超你的想象 赵颖握着龙小七的 手紧了锦柔声笑道 你觉得 我会看上一个 只懂得狐家虎卫的人吗 龙小七怂怂肩膀 一脸的不置可否 在经历过如此巨变之后 她的心性已经得到彻底的魔力 她能清楚地给自己做出一个定位 我没有妄自菲薄 也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不妥 我只是觉得 我的女儿 应该得到更大的特权 龙小七深深地抽了一口香烟道 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取决于两个男人 一个是她的父亲 一个是她的丈夫 我现在不想为了别的 只想为了让我的女儿 享受到更多的权利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我得让我闺女长大以后 有爹可拼 谁敢生出动态的念头 首先就得想想 她爹是谁 一切都是为了女儿 昨天小落水的哭真的 把龙小七刺的藤道暗自流泪 她要走出来了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她的宝贝女儿 陈 轮因未照应 她带着老婆 去看天荒地老 重新站起 因为女儿 她要给女儿最好的一切 就是这模简单 而原本龙小七的世界 也不复杂 该做的她 一定会去做 她可以用生命 护着妻女 而护着妻女 不仅仅只是用身体挡住刀子 还有给妻女的尊严 一个男人 不管她是怎样的男人 在妻儿受到欺负的时候 哪怕平时再软弱 也会奋力一搏 这就是丈夫 这就是父亲 更是尊严 假如我们无所爹可拼 那就让我们的孩子有爹可拼 这个社会如此和谐文明 可关乎个人的尊严面前 这里就是最残酷的角斗场 如果你是勇士 那就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社会里 提起战毛吧 为了最爱的人 永远不受欺辱 而龙小七 已经提起战毛 小七 一旦你重新回来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三姐停下脚步 凝视龙小七的双眼道 你是我的弟弟 你还要为我们龙家传宗接代 我还不想 我们龙家从此绝后 一旦你回来 面对的 就是无法想象的报复与攻击 你继续像死了一样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一切都会封平浪静 这不是忠告 这是疼爱 当三年前 龙小七的死讯 被传递出去之后 许许多多的事都随着 他的死平静下来 包括腹部家族 包括猎人学校背后的势力 包括许许多多国家的特种部队 明住的 暗住的 已经开始报复的 正在准备报复的 全都因为龙小七的死而了接 腹部家族鬼伴藏的暗杀 其实只是开始罢了 黄金列车遭到猎杀的国家 还没有下手 猎人学校背后的上帝武装 也还没有下手 如果龙小七真的要走出去 他面临的狂风暴雨 太多太多 龙小七没有回答三姐的话 他捏捏女儿的小鼻子笑着问道 小女神 你喜欢爸爸 每天陪着你呢 还是喜欢爸爸成为大英雄 大英雄 小洛水脱口而出 呵呵 龙小七笑了 他又转头问向赵颖 老婆 你希望我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看天荒地老呢 还是想 嗯 我想 赵颖揉揉弱弱道 我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你们男人的事自己决定哦 我才不掺和呢 不过呢 不过什么 龙小七问道 赵颖突然变得一脸严肃 认真地对龙小七说道 嗯 大嫂的心脏病非常严重 根本无法生孩子 小哥 不要主张小哥 至于我 我已经无法再给你生孩子 而且 你一定不会允许我再生 老婆 你想说什么 龙小七眨巴眨巴眼睛 嗯 多跟侯小兰生几个孩子 不能让龙家绝了后 赵颖轻轻搂着龙小七的腰笑道 死过一次的人了 没有什么想不开的 但是不要跟玛雅生孩子 否则你会很麻烦 他可以当一个一国情 人 对了 你还可以跟含冰处处 也可以多生几个孩子 嗯 要是落水式的男孩就好了 可惜了 龙小七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他想找到赵颖眼中的虚伪 可怎么都捕捉不到任何一心半点 小颖说得不错 我们龙家就看你了 三姐微微一笑 伸手拉着赵颖的手道 小颖 倘若有一天 我死了 龙家有你当家 赵颖笑了 眼睛眯成了漂亮的月牙 他不想当家 他只想带着女儿 好好地过日子 他爱自己的男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男人爱自己 只是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女人 他活过 他死过 他又活了 这就已经足够 第677章 唯一所求 一切都在低调中回归 龙小七带着赵颖 抱着小落水回到了家 至于三姐 他又离开了 直到现在 龙小七依旧不知道 三姐究竟在做些什么 即便询问 三姐也只是笑眯眯地说以后 就会知道了 至始至终三姐都是一个谜 小哥也是一个谜 或许这是最高级别的秘密 他们现在根本就无法接触 包括跟三姐同级的照应 陵园里 龙小七带着小落水 在里面磕头 一个接一个 宝贝 这里才是咱们真正的家 龙小七叼住香烟坝子 指着一座坟道 这里住的是奶奶 你得多磕几个头 奶奶 落水给您磕头了 小落水跪在坟前 奶生奶气地说着 有模有样的磕头 嘿嘿 这个是爷爷 也得多磕几个头 还有这个是二姑 这个是四叔 一圈头磕下来 小落水开始满陵园跑着玩 似乎他也知道 这里才是真正的家 一点都不害怕那些坟头 甚至说他 还往坟头上爬 彭扶这里是最好玩的地方 爸爸 爸爸 我们回家了 是不是以后再也不去收破烂了 坐在爷爷的坟头上 小落水摆弄着采来的野花问道 对 以后再也不去收破烂了 龙小七笑着 冲自家老子的坟头道 稳着点 你孙女七你头上是喜欢你 嘿嘿 龙小七笑着笑着 突然有点想哭的感觉 他在想 如果自己的父母还活着 看到孙女都这么大了 那得高兴成什么样啊 爸爸 爸爸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公主了 小落水举着花兴奋地说道 三姑说 要带我去泰国皇宫做公主 还要去英国皇宫当公主 我可想当公主了 再也不当小破烂了 啥啥啥 去哪里 去那干啥 龙小七撇撇嘴道 爸爸打你去沙特当公主 好好享受一把 你三姑能给你整个册封 老子也能给你整一个 对啊 反正老子现在莫啥事 先带我闺女跑到沙特 转一圈呗 唉 顺便当面给玛雅公主道个歉 那件事实在是 几乎是瞬间 龙小七就做出了决定 她得去沙特 一是让闺女好好享受一下 什么叫公主 二是真得跟人家 玛雅公主道个歉 走走走 闺女 爸爸带你去当公主 龙小七急匆匆地 把女儿从坟头上抱下来 火急火燎地回到房子里 冲照影说道 我带闺女去沙特玩去 反正现在也莫掉事 阿卜杜勒这个货还欠我好几个亿呢 顺便讨债 嗯 不要让玛雅公主怀孕 否则你会麻烦缠身 赵英点点头叮嘱 听到这话 龙小七一脸的蛋疼 说真的 她就没见过她老婆这样的 竟然帮她找女人 实在是 嗯 从前我以为我要死了 所以 我得让我的孩子不受苦 赵英笑眯眯的说道 落水一定是你的命 根子 如果我死了 你一定不会一直单身 与其让你有一个女人 不如有许多女人 当你有许多女人之后 谁对落水最好 谁就会得到你的喜爱 小七 现在事情过去了 也就能跟你说了 听到这番话 龙小七终于知道 卫世魔赵英要给自己 和玛雅公主下药了 这就是自己的老婆 永远都读不懂的老婆 嗯 别瞪眼了 去吧 赵英笑眯眯的继续说道 快去快回 一个星期后 还要带着落水 去后仙衣那里 不要觉得不好面对我 事情是我做的 我都没当一回事 你就不用觉得愧疚了 老公 你为我们母女俩挨了十刀 你为我们母女俩 放弃了你的天空 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更多的自由吗 我不需要拥有完整的你 因为我知道 不管你走多远 你的心都在我们娘俩手中 呵呵 赵英一脸的笑容 看起来无比自然 她有这个自信 哪怕龙小七是风筝 那条线 一定在他们娘俩的手中牵着 如果有一天 风筝线断了 对方也一定会转头寻找风筝线 然后把自己继续捆上 赵英太了解龙小七了 哪怕龙小七依旧不是很了解她 我 我 我 龙小七念懦住 嗯 去吧 带我向玛雅公主致歉 赵英笑住挥挥手 龙小七一脸蛋疼地抱着女儿离去 她都不知道自己老婆到底是怎么想的 简直就是个奇葩呀 有老婆把自己的男人往外推的吗 有吗 不管有没有 赵英就是这样做的 龙小七抱着女儿去机场了 赵英笑眯眯地跟龙大和大嫂聊天 小英 让你受委屈了 龙大沉声说道 嗯 大哥 不委屈 赵英笑盈应道 龙家总得留个后 如果要怨的话 就怨我不争气生了个闺女 呵呵 莫是的 你想不开的 我能想开 你能想得开的 我想得比你更开 咱家除了三姐 可就数我是超级强者了 而超级强者有什么是想不开的呢 我现在是龙家的人 不管做任何事都得站在龙家考虑 你们就不用安慰我了 我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赵英非常轻松 她无法继续为龙小七生孩子 大嫂不能生孩子 小哥更是没有指望 那么龙家就只能指望龙小七了 她愤怒吗 不 她心里苦吗 不 她难受吗 不 死过去又活过来的赵英 要求的很少很少 她唯一的所求 就是女儿健健康康 老公活得很好很好 拥有一个全部是活人的家 至于其他的压根 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况且 玛雅公主还是被她一手推过去的 也许赵英天生就不是普通的女人 她天生就是女王 非洲王 龙小七不止一次听到非洲王这个名字了 在飞机上听人聊到过 到了沙特之后也听人聊到过 她觉得很有趣 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敢自称为非洲王 非洲没有王 谁也当不起非洲的王 如果有人非得自称为非洲王的话 那么 她一定会死得很惨很惨 因为在非洲这片粗犷野蛮的土地上 只有雄狮 却不会有王 一只武装横空崛起 却又如同流星一般瞬息消逝 你无法主宰非洲的一切 就像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般 餐厅里 非洲王正与玛雅公主约会 非洲王的眼睛里 散发出浓浓的战友欲 任何男人 在见过玛雅公主之后 都想把这个高贵的女人 永远居为己有 哪怕用最野蛮的方式 第678章 爸爸最帅 如果说衣冠不整的话 恐怕谁也比不上现在的龙小七 也许是破烂王做习惯了 也许是因为 穿着大裤茶子 被心外加妥协 很舒服 这个货 就穿着这一身 带着一副蛤蟆镜 抱着女儿 来到了沙特 爸爸 爸爸 这里好 这里好 小洛水指着周围的高楼大厦 开心地叫道 他是第一次陷到 如此漂亮的城市 此时此刻 他正指着远处的王国大厦 同时 也对周围所有的人 充满了好奇 因为这里的人 穿着都跟从小见过的不一样 但是全都好漂亮 这里好个屁啊 等到了地方 你就知道哪里好了 龙小七叼住香烟坝子 抱着女儿 上了出租车道 阿卜杜勒王子的宫殿 龙小七可开心了 因为女儿开心 所以她开心 小破烂 滚她妹的 老子的闺女 喷香喷香 标准公主一个 说来沙特就来沙特 说住宫殿 就住宫殿 你们行吗 等住腻味了 再去阿联酋 住求长皇宫酒店 住帆船酒店 住阿联酋的皇宫 很快 出租车 在这妇女俩 来到阿卜杜勒王子的别墅区大门前 龙小七潇洒地甩出机张钞票 抱着女儿走向大门 告诉阿卜杜勒王子 她妹夫来了 龙小七大咧咧地说道 开飞机过来接我 卫兵盯着龙小七 看了好一会 手中的枪一抖道 请立刻离开此地 这里是私人场所 穿着背心大裤叉子 脚上蹬着一双拖鞋 口口声声 要找阿卜杜勒王子 还让王子殿下用飞机来接他 这是个神经病吗 从哪里跑出来的 卧槽 龙小七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老子是龙小七 来找阿卜杜勒那个儿 壁货 赶紧给我打电话通报 不然的话 两只枪口同时对住龙小七的脑袋 卫兵露出谨慎而猙獰的表情 他们陷得太多来找阿卜杜勒王子的人了 哪一个都衣冠楚楚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疑似乞丐的家伙 爸爸 揍他们 小落水睁着大眼睛 小声说道 话音刚落 龙小七就如同一道闪电狂冲而去 他在抱着女儿的情况下 在只有短短十米的距离下 做出难度最大的战术运动 紧接着 扭腰起腿 抽向两名卫兵 啪 啪 响声传出 卫兵的身体失去平衡 向两边倒飞而去 与此同时 龙小七左手抢过一把枪 平端住对准门卫房里的另外两个哨兵 宝贝 龙小七大声叫道 爸爸帅不帅 帅 哥哥哥哥哥哥 小落水开心地搂着龙小七的脖子笑道 爸爸 我好喜欢你啊 你是世界上最帅的爸爸 哥哥哥哥 听到闺女的夸奖 龙小七喜得是心花怒放 现在的她就是女儿奴 女儿让她干啥就干啥 女儿的一句夸奖 比拿到个一等公奖章还要开心 还有谁 龙小七嗷嗷地叫道 告诉我 还有谁 嚣张跋扈 被女儿夸奖一番的龙小七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 更忘记 她得保持低调 开心就好 闺女开心就好 爸爸 爸爸 那边来了好多人 你快去揍他们 哥哥哥哥 小落水开心地笑住 只向旁边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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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至少有三五十人的卫队从侧门走出来 瞬间形成战术队形 用手中的枪 全角度把龙小七笼罩在内 这个 不能揍 龙小七干大地咧嘴一笑 冲女儿说道 这个吧 爸爸先把枪放下来 然后先举其手 宝贝 你也举其手 这个呢 是礼貌 咱们是谁 咱们是讲礼貌懂道德的人 他们出来是迎接咱们的 所以得用这众礼节 爸爸是个道德的人 洛水也是个讲道德的好孩子对不对 来来来 咱爷俩一起举其手 小落水眨巴眨巴眼睛 高高地举起两只小手 龙小七把枪一扔 也举起了手 大哥 别开枪 都是自己人 龙小七用阿拉伯语快速说道 就是玩玩 就是玩玩 我是来找阿卜都的王子的 好说好说 一切都好说 嘿嘿嘿 用阿拉伯语 小落水听不懂 跪在地上 把孩子放在一旁 领头的卫兵发出警告声 他们有一百个理由相信 这是危险分子 如此的热天 那个孩子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也许羽绒服下绑满了炸药 爸爸 你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小落水好奇地问道 我跟他们说 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是龙小七 如果不想挨打的话 就给我乖乖的 龙小七一脸傲然对闺女说道 宝贝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他们说 哎呀 原来是龙小七啊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咦 这是落水公主吗 天呐 尝得太漂亮了 听到这话 小落水笑得不停地踢着两条小腿 苍白的脸颊上开始蒙现出一抹红韵 爸爸 你别揍他们了 哥哥哥哥 揍他们 揍个毛啊 老子现在敢动吗 给我一点面子 我只是让女儿开心 龙小七一脸认真道 如果肯给我这个面子 咱们我什么都好说 如果不给我这个面子 让我在女儿面前丢了脸 咱们什么都不好说 告诉阿卜杜勒王子 别TM给我玩这一套 老子分分钟弄了他 绝对不能丢面子 他龙小七再哪丢人都行 绝对不允许自己在女儿面前丢脸 这是他现在的底线 绝不允许 放下枪 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卫兵队长坐着车从里面走出来 发出命令声 听到命令的这一瞬 所有的卫兵全都放下枪 站得鼻挺鼻挺 嘿嘿 闺女 他们知道错了 龙小七嘿嘿一笑 叼上一根香烟 一脸无所谓的 看到墨 爸爸就是这魔牛X 不服都不行 爸爸 爸爸 你好厉害啊 哥哥哥哥 小洛水用力挥住小手 跟爸爸亲个嘴 龙小七撅起嘴 不 小洛水对着龙小七撅起的嘴重重清了一下 龙先生 卫兵队长走过来 卫兵队长走过来 他是认识龙小七的 并且在黄金列车寻宝中负责暗中保护对方的安全 虽然形势所迫 最终离去 让阿卜杜勒那个二 必货派飞机来接我 龙小七底气十足 低头对女儿说道 等会他们 就派来飞机 接咱们的洛水公主了 嘿嘿 卫兵队长点点头 立即拿出电话波打一个号码 安排直升机来到门口接人 别人不知道 龙小七跟阿卜杜勒王子的关系 但是卫兵队长却非常清楚 五分钟之后 一架直升机从里面飞出来 稳稳地停在龙小七父女俩面前 第679章 别来无恙 管家从直升机上跳下来 一脸恭敬的冲龙小七行里 先生 王子殿下正在里面等着您 已经心急如焚 请相信王子殿下对您的思念 他经常提起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管教一脸笑容 又冲小洛水 用略微生硬的普通话道 美丽尊贵的小公主 欢迎您的到来 抱歉我莫能第一时间来到 因为我得准备 迎接我们最美丽的公主殿下 龙小七姿牙咧嘴地笑了 小洛水更是开心地满脸通红 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 他发现自己真的是公主呀 人家都这样说自己了 请上飞机 管家向后退了一步 公邀挥手 闺女 走 龙小七抱着女儿 绑手挺胸走上飞机 飞机起飞 飞行的过程中 映在小洛水眼中的 是一片宽敞无比的草地 远处则是宫殿 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花海 漂亮极了 给面子 不错 这个朋友没有白交 真TM给面子 龙小七非常满足 显得情况就是 谁给他闺女面子 他就认为谁好 阿卜杜勒王子 已经站在自己宫殿前的草地上 等着龙小七的到来 他的身后 则是两排庸人 足足有百人之多 他突然听说龙小七来了 整个人都跟陷了鬼似的 不是说龙小七已经死了吗 随后 阿卜杜勒王子 陷入浓浓的兴奋之中 听说龙小七 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立即让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做出最高规格的迎接 虽然他现在的处境 非常危险 可毕竟还是王 楚王子 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在无计可施的时候 死了的龙小七又活了 无异于给他带来的希望 别人帮不了他 但是龙小七一定可以帮助他 他们是战友 是朋友 是一起冒险经历过生死的兄弟 而且还是自己的妹夫 亲妹夫呀 死了 他一直就不相信妹夫会死 这种人渣 怎么可能轻易死去呢 直升机降落 龙小七抱着女儿走下来 踏着拖鞋 咬着香烟把子 走到阿卜杜勒王子面前 妹夫 阿卜杜勒王子一下跑上前 激动无比地说道 你竟然没死 你竟然没死 你怎么就没有死呢 哈哈 龙小七的脸瞬间黑了 你TM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就怎么没死 老子死了 你欠我的账不就黄了吗 骂个蛋的 这是我闺女 亲的 叔叔好 小落水发出甜甜的声音 冲阿卜杜勒王子伸出双手 咦 让我抱抱吗 哈哈 太棒了 妹夫 我最喜欢小孩子了 尤其是 见面里 龙小七撇撇嘴 本来都要伸手去抱落水的阿卜杜勒王子一笑 顺势把左手上的一颗大钻戒取下来 塞到小落水里的手里 见面里 应该的 应该的 哈哈 阿卜杜勒王子 哈哈地笑着 这一颗钻戒 很大很大 估摸着市场价 最少得一两千万美金 王子殿下 一点都不寒酸 阔绰得不得了 而且 这还是他非常喜欢的一枚戒指 捏着钻戒 小落水 别别嘴 小生对龙小七说道 爸爸 这个叔叔好小气啊 他给我一个石头戒指 我不想要 说完 小落水扬手 把钻戒扔了 龙小七瞪圆了眼睛 阿卜杜勒王子一脸的迷糊 赶紧又把手上的一枚大号祖母绿戒指摘下来送给小落水 送 祖母绿戒指也被小落水扔掉 他看阿卜杜勒王子的眼神都变了 那是一种不开心的鄙视 这个 阿卜杜勒王子有些尴尬 哼 龙小七哼了一声道 太TM寒酸了 老子说了 这是我亲闺女 你外甥女 什么 我的外甥女 不可能呀 阿卜杜勒王子有点猛 他记得玛雅没有生孩子呀 自己也没有做舅舅呀 我 日乱你妹对不对 龙小七盯着阿卜杜勒王子问道 对 这件事我知道 阿卜杜勒王子点点头 这样的话 你妹算我小老婆对不对 啊 也对 我的亲闺女算起来 是不是你的外甥女 她是不是得管你妹叫小妈 啊 这个 也对吧 这个关系搞得阿卜杜勒王子有点乱 因为这个关系似乎有点复杂了 可她想来想去竟然觉得无言以对 似乎还真就是这魔回事 你弄这魔寒酸给谁看呢 几千万的玩意老子都看不上 还指望我闺女能看上 赶紧弄点钱 不用太多 一个一两个亿的都能接受 龙小七咬着香烟把子 一脸的理所当然 这个 最近穷 阿卜杜勒王子满脸的可怜向 他转身冲管家道 我又没有现金 全都拿来 管家立即向宫殿里跑去 很快踢着两个箱子返回 啪 啪 箱子打开 露出马放的整整齐齐的美金 呃 外甥女 这是见面里 阿卜杜勒王子笑着对小洛水说道 看到这魔多现金 小洛水顿时开心地眯起眼睛 爸爸 我喜欢这个叔叔 小洛水开心地笑了 冲龙小七道 爸爸 这里真好 我要去玩 哈哈 好 去玩吧 龙小七把洛水放下来 顺手把龟女仁的两颗戒直捡起来揣兜里 管家非常有眼色 立即让三十名庸人 蹲在小洛水身后 并且亲自陪同 事后这位小公主 这是不需要多言的 更不需要王子去吩咐的 他可以清楚地判断出 这个小女孩的重要性 小洛水在草坪上风跑着 后面跟着三十个庸人 有的庸人手里端着水果 有的端着水 还有专门给擦汗的 还有专门负责搀扶的 看着女儿被重心拱跃一般地看着 龙小七心里美滋滋的 王子殿下 别来无恙呀 嘿 妹夫 你可知道 我有多思念你吗 阿卜杜勒王子笑道 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三年前听到你的死讯 几乎让我崩溃了 我以为再也没有人陪我去冒险 但是三年后的今天你 竟然活了 呵呵呵 所以 你欠我的 钱该还了吧 龙小七抽了一口香烟 咧嘴笑道 是的 当然要还钱 必须要还钱 只是现在手头有点紧 阿卜杜勒王子的手头 不是一般的紧 他现在连一亿美金 都拿不出来 第六百八十章 最纯公主 来到沙特 有三件事 第一是让闺女知道 什么叫公主 第二来讨债 第三跟玛雅公主道各歉 其实吧 龙小七觉得 都没有必要跟玛雅公主道歉 两个人之间的这点是吧 老婆也真是的 给我这磨大的自由干啥呀 让人心圆一马 两个人坐在草坪上 有一口磨一口的 喝着王子珍藏的红酒 小洛水则在庸人的跟随下 玩得不亦乐乎 开始对亭放在那里的几辆超跑 产生了兴趣 你们这有锤子吗 小洛水扬柱头问管家 听到小女孩问话 管家赶紧跪下弯着腰 让小洛水不至于仰头看她的脸 她听得很清楚 这个小女孩虽然不是皇室公主 但跟公主无异 当然有了 管教微笑道 马上就拿来 一名庸人已经飞快地跑去把锤子拿来 递给小洛水 接过锤子 小洛水走到一辆车前 提起锤子向车头的银色小天使车标砸去 啪哒 银色小天使被砸下来 你们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小洛水提起锤子道 用锤子把这个车拆掉 然后把废铁放在一起 还有那边的三辆车 全都把车门呀 螺丝呀 只要是铁的都拆下来 当然可以 如您所愿 最美丽的公主 管家笑着点头 这可是独特的嗜好呀 从英国管家学校出来的管家 见过不少的王子公主 可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她没有反驳的权利 只有遵从 于是三十的庸人开始分解 停放在这里的超跑 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工匠也过来帮忙 花匠也过来帮忙 他们用钳子 螺丝刀 锤子等等工具 卖力地分解这些昂贵的超跑 你们几个 把这些放在一起 你们几个 把车门放一起 玻璃砸掉 我只要沸田 小洛水在人群里攥过来 攥过去的指挥 忙得不亦乐乎 而这边 龙小七远远地看着 女儿被一大群人围住 像是小鸟一样 开心地乱窜 开心得不得了 她不用担心女儿的安全问题 这里是阿卜杜勒王子的地盘 摇滚青年 你觉得我闺女像公主吗 龙小七问道 像 不像 因为她就是真正的公主 阿卜杜勒王子 微微一笑道 我可以亲母亲出面 给洛水一个公主的册封 当然了 还有册封公主所拥有的一切 我会为她的账户 存入一笔钱 每个星期 都会有五百万美金的零花钱 享受跟王子一样的待遇 这些不是问题 很简单的事情 不太好吧 龙小七一脸的 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不好的 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阿卜杜勒王子 笑眯眯地对龙小七说道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曾经蹲在装甲车里等死 这就足够了 虽然我现在焦头烂额 可这点能力还是有的 这都不是事 虽然她阿卜杜勒王子 也能办 但她交给自己的母亲去办 因为她现在真的焦头烂额 并且话语权 也在慢慢地被削弱 焦头烂额 你被人给煮了 龙小七问道 差不多吧 阿卜杜勒王子叹口气道 王 楚之间的争夺 已经陷入白热化 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的油田 我的投资 全都遭到攻击 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 只能等着他们 把我赶下台 听到这话 龙小七意识到 这位王子殿下 真的是遇到大难了 可王 楚之间的争斗 就是这模残酷 他这还算好的呢 当年李世民 不也是杀了两个亲兄弟 才登上王位的吗 真的假的 你的鬼心炎子这魔多 还能被人给搞成这样 龙小七撇撇嘴道 当年把我给玩得一愣一愣的 你当我真的相信你啊 说敢把阿卜杜勒王子 当成个二 必 谁就是真正的二 必 这个家伙 藏得可深了 阿富汗一行 龙小七是彻底 被他玩得团团转 当然了 这个货也仗义 不是那众把你完了 用了 就一脚踹走的人 至于哪次 被从头耍到底的事 龙小七还真不生气 三年前你出事了 所以 你不知道玛雅做了什么 阿卜杜勒王子 凝视龙小七的双眼道 玛雅重金 雇佣了许多拥兵与杀手 向日本的福布家族 实施报复 也许你不懂 也许你懂 我们沙特王室 属于中立的 跟许多家族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从来不会开战 但是玛雅 却向一个关系良好的家族开战 而且 还是以公主的身份 你觉得她不会 受到惩罚 我不能看着 我的妹妹受惩罚 所以全力帮她 所以 惹了众怒 玛雅公主怎么样 龙小七急声问道 她很好 我怎么会让我的妹妹 遭到终身软禁呢 阿卜杜勒王子 微微一笑道 玛雅是个好女孩 从开始都是 妹夫 我的妹妹 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有什么感想 感想 龙小七的感想可多了 她当然明白 一位沙特的公主 做出这种事会 引起怎样的后果 在这个国度 女人就是二等公民 像一个关系良好的家族 宣战的话 这不是该女人做的 这会损害 整个国家的利益 终身监禁 已是最轻最轻的了 她知道 当时许多人 都因为自己一家的是开战 可绝对没想到 玛雅公主 也会疯狂地开战 她压根就没有必要 这样去做的 她懂得 以她的身份开战的后果 玛雅呀 玛雅 为我这样做职吗 蠢女人 爸爸 爸爸 我回来了 小脸通红地落水 跑回来 开心地冲龙小七说道 我捡到好多好多的废铁 好多好多 能卖好多好多钱 什么 废铁 龙小七愣了一下 看 他们都帮我拖过来了 小落水开心地指着那些庸人 庸人们把几辆超跑拆卸掉 用车载着拆卸下来的破铜烂铁送过来 废铁 我这里没有飞铁啊 阿卜杜勒王子也是一脸的奇怪 王子殿下 这位小公主把您收藏的劳斯莱斯 T10TK2 布加迪威龙等五辆超跑拆掉 管家弯腰队阿卜杜勒王子道 所有的灵部剑全都在这里 一颗不少 瞬间 阿卜杜勒王子一脸猛逼地看着小落水 眼睛里露出恐惧之色 龙小七都TM差点晕过去了 闺女 你是来做公主的 不是来收飞铁的 不 你TM才是最真最纯的沙特公主啊